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輔大學生 我是Cindy 大家好 我是小葉 Cindy 今天為什麼來到這呢 我們禮拜一的通識課 老師請到了陽光阿嬤來演講 然後美惠老師講了很多關於節能減碳 還有綠色能源的課程 然後我們覺得非常精闢 然後我們也因此得知了這場活動 對 那場陽光阿嬤跟我們的分享 真的是讓我們引起非常大的興趣 所以今天就是一定要來到這個地方 來真正的關心社會上的議題 然後也歡迎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的那個是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的董事長方簡先生 各位好 我們上台很不容易 等一下就下台了 下台也不容易滾下去了 明年是馬年對不對 對 還沒有到 我很怕馬年 我剛剛在臉書上面寫一寫 因為看到了 胡敦一跟馬英九送的紅包跟春蓮 那個萬馬奔騰 一隻馬都把我們搞成這個樣子 那萬馬奔騰還得了 那 後來一看又是甲午年 甲午年是馬年 所以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年 發生了什麼 甲午戰爭 對不對 就把 清朝就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了 對不對 那 又到了甲午年怎麼辦 有兩種可能 不知道怎麼割法 一個就是 福貿 貨貿 經濟上的戰爭 那還有一個呢 自己爆掉 所以 今天 可能我這個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在這邊 在座有沒有十八歲以下 有沒有十八歲以下 因為 接下去可能有一些東西 是十八歲以下 要自己離場 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是 黃色消費者基金會 今天下午在討論說 沒有差點被 那個 反核團體趕出去 大家討論主題 那 今年有什麼 反核的主題 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 呃 就是 核四廠是不是要擦燃料棒 對不對 大家都看到前兩天 昨天有個新聞說 九月就要擦進去了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核一廠 他的核廢料要拔出來 所以呢 今年的主題是什麼 靜止擦入 然後就 那邊有個小孩不好意思 把他耳朵捂起來 這樣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靜止拔出 這很困難 高難度 呃 不過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剛好中午 跟陳希南先生 就是宜蘭人文基金會 一位陳希南先生跟 一起去跟台電的 呃 核能副總 叫 也姓陳 呃 呃 陳布燦先生 討論 一些事情 就是 討論 拔出來的事情 那 陳希南先生認為說 是不是可以放到 那個 無人島去 那我就問他 插進去的事情 是不是你真的九月要插 那就 所以 就 一陣抽拔 那我負責插 陳希南負責拔 雖然他 帕金森病 可是 這個還是很厲害的 所以 陳布燦呢 就 被我們兩個搞得 我腦炸 不過 他是說 九月份 如果要插的話 那是在所有條件 都 滿足的狀況下 才能 插進去 所以 那床也沒鋪好 什麼也沒準備好 這很困難 其實是滿困難的 因為 大家其實都太看好了 核市場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他還有五百億的 至少五百億到一千億的 呃 東西還要去買 所以他已經 不可能 目前來講 他不可能具備有 被插的機會 那我就在昨天臉書上說 我跪球啊 他們九月份 就把他插進去 這樣我們明年十月 今年的十月份 光輝的十月 就可以看到了 核子煙火 萬道光芒 你們去看一下 車諾堡的 事件的紀錄片 哇一陣藍光衝出 為什麼是藍光 原來中子衝出來 很可惜啊 呃 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 胡敦義就說 一百年 要 國慶要 運轉 核四 就說 好那我們就準備 看 新的國慶煙火 那保證是節能減碳 因為 核子煙火絕對沒有碳 這我可以肯定 我後面就很慘 這煙火就完了 所以今年 會碰到了 其實蠻嚴肅的問題 我不太擔心 台電敢插進去 但是我比較擔心 他敢拔出來 就是核一廠的燃料棒 用過的燃料棒 他要把它拿出來 那就要放在一個 乾式儲存廠 我原來是很支持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放在 那個水池裡面很穩 很不安全 像 福島的四號機 就是因為 水池裡面的燃料棒很多 結果快 就幾乎重新的 要臨界 重新的 裹化 那就不得了了 上次監治元先生也講到 那是最壞的狀況 但是呢我現在發現 還有更壞的狀況 就像現在台電 要把它拿出來 把它出來 大概 你要知道 大概一百公尺之內 不可以有燃料 所以我們今年的 三月的 反而遊行的話 我們會 準備這樣的一個 模型給大家看 有多大 而且我們希望 把核廢料就 放在 凱達格蘭大道上 既然核廢料是保 就把它放在 跟這些火保放在一起 所以 這個是今年大家去努力的事情 所以 今天 今年就會在一陣抽拔之間 要 開始 今年的 反核的工作 其實我一點都不反核 我說過我這一輩子所做的事情 都是讓核電廠更安全的 真正的反核者是 台電跟原能會 他們把核電廠弄得非常危險 那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再報告一個 比較嚴肅的事情 因為今天如果大家睡不著的話 想一想我以下講的這一段話 叫做原子能委員會 它改組以後的組織法 它會變成一個叫做 核能安全委員會 那核能安全委員會 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不存在的 因為核電沒有安全 所以 最好的核能政策是什麼 就是不要核電廠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監製人說的 日本前首相監製人說的 那怎麼會有核能安全委員會 沒有這回事 所以核能安全 核安會安全 不保證 那核電廠保證不安全 因為現在 原行政院提出來的 核安會的組織法 就是把原能會呢 整個在借私還回 那這裡面全部都是 按照依然故 而且它把它變成一個獨立機關 按照它現在的辦法來講的話 很可怕 這個獨立機關是非常獨立 它就跟法院一樣 它可以說 這個核電廠可以運轉 它就得運轉 沒有人可以制衡它 那只要行政院長任命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們提出了七個訴求 第一個訴求 就是非核家園 為什麼 因為非核家園 是環境基本法裡面 一個主要的訴求 那我們的原能會 它原來的組織法是 依照原子能法 授權行政院成立原子能委員會 所以原子能委員會 它全名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那現在要變成核能安全委員會 它變成一個獨立的機關 但是呢它的這個機關呢 還是要推動 按照原子能法的話 它是推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我們知道原子能沒有和平利用這回事 因為我們當初所謂和平利用 就是要來做原子彈 需要那個原子彈的材料 好謝謝 所以我們 這個法是什麼時候定的 是民國六十年 到了民國九十年 過了三十年 定了環境基本法 因為那時候也發生了 車諾堡跟三里島的事件 還沒有發生福島的事件 那現在發生福島的事件 所以應該要有 要有這個非核家園的概念 所以非核家園會是 未來這個 我們提出一個核能管制委員會 你沒有管制哪來的安全 對不對 現在就像我們的道路 交通安全處罰條例 沒有處罰哪來安全 那第二個就是 原住民基本法裡面講到的 原住民的 它的領域裡面 它的區域裡面 不可以放有害物質 包括核廢料 像蘭嶼就應該要遷除 那今年 去年底的時候跟 其實有一些環保團體的人 跟北海岸金山萬里石門的鄉親 討論 他們願意把原來核一二場的核廢料 就低階核廢料去蘭嶼的 回到 回到他們一二場去 因為你要知道蘭嶼人沒有用核電 那我們把核廢料丟給他 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OK 你既然可以把核廢料丟給蘭嶼人 人家也可以把核廢料丟給你金山萬里石門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個基本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再講一個 就是我們台灣跟美國有一個 台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一個協定 其實這個協定很重要 我們希望當初賣給我們的 就像賣汽水給我們的人 他要把寶特瓶回收回去 要把鐵罐鋁罐回收回去 同樣道理 把核電廠核燃料賣給我們的 他要把核廢料跟核電廠回收回去 這個是我們今年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還有一個就是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講的核管會是一個獨立機關 所謂獨立機關是什麼 就像法院一樣 他有獨立審理的這個能力 他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所以我們希望 因為按照行政院的版本 這個獨立機關的委員 是由行政院長任命 但是我們提出來不同的見解 我們認為要由立法委員提名 然後投票以後任命 譬如說可以誇黨派 那你可以找到多少的立法委員背書 你讓你當這個委員 那你有名義的支持 當然你這個委員 未來胡作非為 那這個立法委員也會有連帶責任 這是一個制衡 國外非常多的獨立機關的委員 是這樣產生的 他是一個合議制的機構 有點像NCC 有點像是中選會 或是這個 還有一個是什麼 公平會 我們有三個獨立機關 現在是第四個獨立機關 但我們希望這個獨立機關的委員 他是透過了一個更民主公開的程序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利益迴避 按照現在行政院的版本 說這些人都要學和工的 原來學和工的有兩個地方出來 一個是中正理工學院 中正理工學院那一批人呢 大概都退休了 像鶴立維他就是中正系統 那只剩下了什麼 清大的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台電是滿清王朝 那原諾會是大清帝國 都是清華大學和工系 我說他們都是X-Men 都受了輻射造色 像有些人他是染色體雙中結 都已經變種人了 那他們現在的法 行政院的版本是什麼 希望讓 要有這個和工背景的 那不是幫清大和工量身定做嗎 什麼輻射防護背景的 都是他們 這不對啊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 如果你是一個和議制的單位 那你要去審刑事案件的法官 是不是一定要殺人放火他才能夠去當這個法官 沒有這回事吧 應該是身家清白的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利益迴避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 行政院版的法治是很荒唐的 所以利益迴避是非常重要 凡是你做過 原能做過這個台電的生意的 包括做他的研究計畫都不可以 那如果這樣算一算 我跟你講 現在原能會裡面大部分都要清空了 蔡春宏做了多少計畫 他是副主委 周元清 周元清做了多少計畫 他們下面領導的核研所 每年拿了多少億的這個台電的計畫 所以核研所到哪裡去了 我是建議 根本就是台電把它認養算了 現在把它併到 經濟部能源研究所裡面 而能源研究所的組織法裡面 居然沒有寫到任何核能的事情 這也很奇怪 所以他也變得很奇怪 所以這利益迴避非常重要 最近有開了一個研討會 叫做核能發 核能與台灣的經濟競爭力 來的全都是什麼奇異公司 都是台電包商 那當然是幫他們講話 然後馬英九還接見他們 還有一個資訊公開 按照他現在的法律規定裡面 現在的版本還沒有過 這個資訊公開是什麼 是騙人頭 他是說什麼 那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啊 不對外開放 結論才對外開放 開什麼玩笑 法院都是公開審理 你檢察官起訴書都是公開的 對不對 你應該要把這些都公開 應該是一個你合議制的機關 獨立機關 就是要所有的要是公開透明的 還有一個是公民參與 我們老百姓不能夠參加 但未來我們設計的這個 那個組織法裡面 老百姓公民都可以參與 都可以去聽 都可以去表達意見 甚至可以當裡面的委員 還有一個地方自治 過去等於就是說 因為要做核武 那是國防外交的事情 所以中央來主管 但如果你是和平使用的話 那地方政府全世界的地方政府 都是要參與 這個核電的運轉的事情 包括它可不可以運轉 可不可以放燃料棒 大修以後可不可以再重新啟動 對不對 像日本製作核電廠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政府不同意啊 所以當地的居民不同意啊 要不然你給我足夠的回饋可以 所以你地方自治 這個都要在這裡面 那我們在最後還有一個 一個設計就是 前年張曉峰委員還在當 四月的時候還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後來他辭職了 他問蔡春宏說 如果發生核災 你要不要切副 大家還記得那個新聞嗎 蔡春宏還回答 你要打那個蔡春宏切副 你就可以查到這個新聞 蔡春宏就回答 報告委員 那個 依法不用切副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一個法要 我們官員切副 所以我們就在 在新的這個原子能委員會的 原子能委員會的 重新改組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組織法裡面 加一條負責 如果 你應作為而不作為 然後核災發生的話 主任委員 率領所有委員到凱達格蘭大道切副 所以我們未來 如果各位有興趣要當 這個未來的核 核管會的這個委員的話 要先認證 我們會寫一套切副的標準程序書 下面要打一排 自殺防治專線 應久救我 1995 謝謝 謝謝